很多人说今天华为不能说不好啊 今天我就来试一试 问街M7上市时间不到一个月 搭订订单量就超过了五万台 这几乎是远远超过99%的人的预期的 也打了一大部分人的脸 但是为什么好像 自估自认为懂车的人都觉得M7不行 但是它的订单却框框飞涨呢 我们今天就来解答 我知道你们都最爱看缺点啊 一方面小黑子的弹药裤又有补给了 另一方面呢 这些真实的准车主也比较关心这个点 那么我们就来开一开M7 我能找到的最短的一个短板吧 首先就是它说实话 这个车身的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像是一些女性啊 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还有小朋友上车确实是比较难的 尤其在不加装这个电动踏板的情况下 但是现在你在这个月月底之前订车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这个选装包的 选装包里面你加上更大的轮圈之后 这个电动踏板就是可以选上去 这一点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 可能是受限于它这个车身本身架构的一些问题 所带来的一个小小的bug 就是大家可以看见啊 这个右边的轮拱这个位置是有一点小凸起的 这个在你长途驾驶的时候 因为短途出行你可以就将就一下 往中间靠一靠 这个坐姿其实还是蛮舒适的 长途出行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要调整一下坐姿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地方就可能没那么好了 这个也不好去升级 接下来的这些部分呢 我们不说全都遥遥领先吧 但是也基本上都是它的优势项了 这里也开始解释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啊 都会对这个车如此的情有独钟啊 真的花钱去下定 首先就是现在整个新MT 它内部的这种质感 这种氛围 我觉得是营造的非常不错的 是比较高级的 尤其前面这一整块 虽然它没有用皮质 但是这种比较新颖的材料 你也并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廉价 下面有一些这些木纹石板的装饰 然后再下面的部分 这种上就全都是皮质了 这个内饰的颜色呢 相对来说 我个人审美角度来讲 没有那么的喜欢 如果是那个杏色或者说白色的话 它整体高级感会更上升一个档子 然后顶棚啊 当然不会像一些豪华车一样 用的特别特别直接上翻毛皮 但这个现在这种感觉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这一套设计 我觉得放在它这个价位里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至于这个车机的部分 大家可以想象 这就是它最强的一个强项 基本上吧 现在市面上面 所有的这些车型里面 没有一个车 尤其在互联这一方面 能和这一款车机相比较 现在是一个鸿蒙3.0的状态 但是一些细节的优势的项目 我们简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首先一些人机交互界面这些东西 像空调和温度的这些 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去滑动 而它下面这个算是豆可兰吧 会一直常住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 还有一些音量 也是可以快速的去直接出口的 而整个所有的这些界面里面 它的一个这种排布的逻辑 基本上类似是一个平板的这种方案 你会发现 因为它是一个 我们说算是 造手机比较有功力的厂家 所以它的车机 应该是我玩过的这些车机里面 动画最丝滑的一个 现在还值3.0 可以想象4.0以后 它借鉴苹果的那一套小打法之后 整个的这种操作可能会变得更加死滑 打开任何一个应用 包括打开车辆设置 它都是有连续的这种过渡的感觉 这就主观上让你觉得 这个车机是非常非常流畅 但是它客观上也确实 响应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其他一些常规的这些功能 导航语音这些 就不给大家做特别的展示了 反正是很多厂家可以来学习学习的东西 然后有一点我比较在乎的 就是它的免唤醒的这样一个语音的功能 确实是有的 比如说打开座椅通风 好嘞 就在打开主架座椅通风 这个功能和小鹏有一点点像 但是我个人认为 它的实现的便利程度 以及识别的准确率 以及防务唤醒这一类功能 它做的都没有那么的好吧 我觉得这个反而让人觉得 它没有那么的遥遥临险的 像它是只能支持 打开座椅通风这样一个指令的 它不能支持 比如说我说座椅通风调到三档 但是小鹏那方面 它就可以做得到 这个可能他们在相互竞争一下 各自优化一些 估计未来我们看在4.0上面 能不能够做得更好 另外还有一点 我看华为官方 以及其他一些媒体 好像都没有特别的去强调 但我个人的 对我的这种冲击 以及好感度 我觉得是拉满了 就是它M7全息标配了 这个华为Sound的这一整套音响 我觉得主观上 氛围是非常不错的 甚至放在我们之前 对比的三十万 三十多万级别的那一套 车机的音响对比里面 它也是可以排在比较前面的 大家感受一下 播放菜琴的渡口 然后后排属于是一个 我们在云屏的时候 会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短板的地方 但实际体验下来 它反而成了一个优势 因为我之前确实也做过一个云屏 简单的对比了一下 M7和理想的L7 它们两个参数上面的差异 确实挺大的 尤其在考虑到这个车基础的架构 并不是那么优秀的情况下 它的轴距是比那个车要短很多的 而且整个车长也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实际上坐进来 你会发现 它的整个空间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像腿部空间留的很多 然后头部空间也是非常阔绰的 甚至它在坐姿这一部分上面 我觉得是比L7要更好的 它的坐垫对我大腿支撑 是非常实的 是比L7这部分做的更优秀的 L7我其实有一点点大腿支撑不足的这种感觉 当然它在这里也做了一些小小的心思上面的这种设计 可以看见这个座垫的轻调是比较大的 有一点点这种往里面线的这种感觉 但因为它支持一个电动的靠背角度的调节 我把它放到最堂以后 整个后排的这种舒适度是非常非常高 拉满了的 再加上它这个后排的座椅 我觉得填充物上面会比前排要更软一点点 然后整个这种下限感沉托性就非常非常棒了 而且它后排配置也是非常高的 通风加热按摩这些都有非常非常的棒 整个后排我觉得对于国内这些消费者非常看重这一点 它做的可以说非常非常好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看见前面有一个这样一个派的 这个是你可以在现在10月份订车送的那几个权益里面去选择的 你如果不想要那个电动踏板的话可以选这个 它是送你一个派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固定的非常紧的支架磁吸带卡扣的 所以即使在非常颠簸的路面上面的话 它这个也不会非常轻易的去晃下来 而且拿取也非常方便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华为的账号 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演示这两个互联之后 比如说通过派的去控制车上的空调 以及媒体这些都是非常自然这些东西了 但是这个操作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实现这种比较花烧的功能 你目前可能只能买华为自选的这些车才能得到 我本来以为动态的部分会是M7的其中一个短板之一 但实际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预期放得太低了 但是它整个行驶品质以及驾驶的感受还挺好的还真的 尤其最让我惊艳的地方就是它整个底盘的这种绿针的质感 它基本上整个取向吧 就是选择了那个往舒适那边去顾 然后基本上所谓的这种运动感啊 这种比较强的这种操控性的感受就 算是可以说不要了吧 因为它没有说在任何一个我今天试到的这个工况下面给我一种非常顶非常硬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对于它的整个这个定位这样一个SUV来讲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对于舒适维度的这个把控做得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它在处理一些非常大的这种很深的井盖 或者是一些比较烂的破掉的这种路的路面上面 它的整个避震器的这种处理啊 是比较干脆的 然后又比较有质感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甚至比它降完价之后 现在这个价位还要再高级一点开起来的这样一种感受 这是最让我惊讶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它的整个驾驶性标定这方面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增程 所以它的整个驱动基本上就是一个纯电驱动和电动车没有太大差异的这样一种逻辑 所以呢它的在标准模式下面舒适模式下面 它的整个油门的这种线性度啊 以及对于你驾驶员预期的这个符合的程度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点没有什么好挑剔的本身电动车这一方面也是它的一个优势项以及强项嘛 加速的响应也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我们这一个是一个两驱的版本啊 但我觉得日常对于大多数他们这个定位的人群来讲都是觉得够用的了 这样一个七点几秒的成绩我现在整个车已经是电量只有百分之只有百分之十五了 但是你还是觉得超车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了有一点就是它没有像很多其他厂商一样给你提供几档可选的一个能量回收的模式 它非常的传统 基本上就是你速度起来以后比如说我现在三四十的样子 然后完全丢掉这个油门电门 它的滑行的这个速度和传统的燃油车的那个感觉是比较像的 没有很强的电制动那种拖转 所有的电制动呢基本上都做到了这个刹车踏板上面 然后它的CRBS的控制 我觉得电制动机械制动的衔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些都做的非常的不错 而且还有另外一点也是让我比较惊讶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就是它MVH的控制应该是有一点点越极了吧 三十多万的车可能都不一定能够做到现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对于隔音的这种控制 尤其是路灶风灶的控制它处理都是不错的 而且对于环境音的这种隔绝也是做的不错的 唯一振动上面有一点点小遗憾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调量也是比较低了 我在一个智能模式下面 它会一定程度上这个发动机去起机 然后你就会在方向盘和这个油门踏板上面啊 感受到一点点传递过来的这种细微的震动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有一点点遗憾吧 当然了它非常的智能 在你停下来之后 整个车也没有通过悬架或者其他方面传来震动的时候 整个发动机就停掉了 会让你觉得整个车的质感还是比较棒的 总体上而言我觉得这个车的驾驶动态方面的感受是远远超过我的预期的 它是一个完全符合了这么一个价位的一个表现的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一点点超出预期 在真正接触M7这款车的时候呢 我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怀疑的 感觉网上好像都是过分的夸大了这件事情 然后甚至有一点点觉得那五万多的订单的那些人 都是不太懂车的人才会如此的相信华为 但实际上今天简单的静态体验以及动态试驾下来之后会发现 它的产品力如果放在这个价位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优秀的 我们所以为的那些金刚赛利斯给它带来的短板 其实在华为这边已经我觉得补齐的不错了 再加上它已经非常优秀 非常遥遥领先的那些 比如说车机 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些部分的话 整个产品的表现是 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能够获得如此好的一个前期销量的成绩的 当然了再加上华为现在非常强大的终端的渠道的能力 以及它现在舆论环境给它带来的这种助力吧 这是一个可以说现在华为出征寸草不生这句话 放在手机行业试用 可能开始放在技术行业也已经试用了 所以今年下半年可能对于其他的厂家而言 是会有非常大的压力的 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没有对它的ABS2.0 以及比如说它的能耗方面的这些东西 进行更深入的测评 后期有机会的话给大家带来更深入的内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